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已经8万 八案360万都胜诉了 等于扣除之后 跟明镜这六年换照期间违规18次 罚740万差不多 所以中天关台明镜没事情 他认为这个叫做黑箱作业双标作法 那陈又翔记得吗 答讯一向答应很深刻 就是说没有什么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 还说我不是周储 他可能有误会 人家可能以为他是别的 所以陈耀翔2013年曾经谈过什么 这一段话现在被拿来引用的时候 大家认为讽刺 他2013年公开表达 自由媒体是民主政治的基础 媒体垄断是民主政治崩坏的开始 所以自由的媒体受宪法 制度性的保障是最高的价值 那当然叶庆元就呛他 如果看到他自己当年写的文章 如今关掉中天处置的方法 等等的这些相关的法律诉讼 这种才是回归宪法专业最该做的事情 而他现在讲的话 也更是跟当年完全是两套标准吗 那谢隆介则是怒喊戴清德 要处理 要处理陈耀翔 他说民进党过去追求的根本就在骗 例如百分之百言论自由是郑南荣 那言论自由百分之百 执政就教训老百姓 根本就不是嘛 现在你们的自言实义主委 就说根本没有百分之百 那是怎么回事 如果赖清德再不处理蔡英文的郭 那么未来他想甩也甩不掉 不过陈耀翔本来就说 他要回学校去了不是吗 那所以当年在1985年自由时代周刊上 郑南荣说 我们依然争取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 不论他们拔枪之后何时开火 我们都要周旋到底 这种争取自由言论自由 还自焚的最后像烈士一样的行为 现在看起来 PPA很多讨论 说陈耀翔是在打连党吗 只有党说的自由才是自由 党就是民主自由的恒度量恒 其实总之把这时空背景摆在一起来看 就知道价值对民党来讲变了多少 而术发部同样也成为一个剑靶之一 而且是内外 不敢自己人别人通通都在攻击的对象 术卫部因为先前我们讲了很多 预算乱花或者是出国的经费之外 徐晓星又指控踢爆了术发部 缘合有600人 只有300人属于约聘人员 这个在政府机关里真的是高到比例很离谱 而几个人都在每天脸书上骂他 因为约聘故事相对可以有 不用工人用资格 相对有很多空间可以用 用来干嘛 还有骂民众党 柯文哲 骂黄国昌 有具体自证 这些都是过去民党的党攻击近支持者 都安排到出发部就好了 那为什么出发部还被民党内部人都要把他赶下台呢 那术卫部严正的重申 他说约聘不到百人 也没有网军比例低于台北私信局等等 这些都是错误讯息等等的 不要再用错误的讯息误导 所以到底是多少人 到底有多少人 其实这个可以从数字 113年总预算等等去比较 就知道了 徐晓星是说 确实掌握部分数位部的约聘人员 这些资料都可以公开 也可以来指证 公开的来对比 是不是属实 所以现在绿营开始检讨 是不会了吗 还不只是 这个我们现在外界的讨论而已 据一个近周刊的独家报道 告诉大家说 赖清德选后 曾经在一个非公开场合 党内的场合里面 对于数发部的选举期间 处理假讯息表现 非常不满意 赖清德甚至直接点名 唐凤做得不够好 没有处理好抖音 假讯息 对手的网军 那青睐人士甚至对媒体说 蔡英文执政是以政务优先 党中央功能被弱化了 所以赖清德要延续小英执政的话 党机器不会只是装饰 会成为培育人才 议题发动的引擎发动机 所以这个时候说 意思就是说 现在有些人他是很不满意 尤其提到唐凤吗 那当然TPS有个民调 是最新的政治人物声望排行出炉 有13个政治人物去做排名 所谓的政治人物的喜欢 讨厌 满意不满意度 第一名独占凹头的是卢秀燕 拿下了62个百分比 第二名是陈其满 前来是地方首长 第三名蒋万安 都是地方首长 第四名是韩国瑜现在的立法院院长 赖清德即将上任的准总统 是43个百分比 那在这前十名的最后 第十一名是谁呢 十一名是柯文哲主席 有31的满意度 不满意度非常高 56个百分比 而垫底的是谁呢 原来13名说是朱立伦主席 29的满意度 52不满意 不过柯文哲好像比他不满意度高一点点 跟最近的改革有没有关系 还是他在党内的角色 当然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地方 兵哥 所以从NCC数位部 这些议题来发展的话 就知道现在立法院还有很多 必须要攻防的议题 我觉得现在再去骂陈奥翔 也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因为这个人已经摆明了 就是死不认错到底 而且他马上就要下台了 你管不到我 我要下台了 所以他根本无所谓 随便你怎么骂 他反正就是咬定了 就是我绝对不会道歉 我也不会认错 然后连记者跑去问他说 你苏中天苏那么多 他说没有 我们赢很多 所以 那这种人已经无赖到这种地步了 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你还能拿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那问题是 NCC是不是一个双标的单位 其实不是 NCC其实是单一标准 那个标准的就是 只要对民营党好的电视台 就是好电视台 只要对民营党不好的电视台 就想尽办法弄你 老实讲TVBS没有被弄吗 一样被弄吗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觉得 这个就是这样 如果 现在要处理也不是陈耀祥 其实要处理的是 如果未来又换上了一个 陈耀祥第二 2.0 那请问一下怎么办 NCC就还是同样的东西 所以未来是NCC的委员 在来党一定要把关的 非常非常严谨 因为如果就我自己个人的想法 我是因为NCC这个单位 应该直接废掉 根本不应该存在 因为为什么要有一个 可以为政治人物 当打手的单位存在 其实这个单位 现在存在最大的功能就是 不是帮民众把关 而是帮民进党把关 帮执政党把关 把所有不利于民进党的声音 全部把它消除掉 现在NCC唯一的职责就是这个 其他根本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所以我觉得NCC这个单位 应该废掉 但是赖兴德绝对不会废 因为这个对他来讲太好用了 所以未来就是 要看在野党怎么样去把关 然后选出一些 至少还过得去的NCC为用 我已经不求好了 我觉得好是不可能的 我认为至少 让NCC不要像过去这么夸张 大概是比较有可能会出现的状况 那至于唐凤这个东西 这个家伙也是一样 他也准备滚蛋 也是一样 所以他现在也是跟你 跟你们在那边皮皮的 在那边乱扯 那当然我想他自己心头也有数 他不会被留任 所以现在反正钱都花了 国会我也都去了 你们要把我怎么样 监察院也不可能会弹劾我 所以他就安全下庄了 就是这样 这就是很悲哀的事实 可是这就正在发生 赖兴德对唐凤当然不满 但是那是因为赖兴德觉得 唐凤办事不利吗 是 但办什么事不利 是没有帮他好好把关 没有帮他去攻击对手 没有帮他去前置在野党 害他选得这么辛苦 赖兴德讨厌是这个 所以跟NCC一样 未来赖兴德可能会换上另外一个 愿意帮赖兴德去当走狗 愿意去帮他去打压在野党的人 来当苏发部的部长 他一定是这样干的 所以我觉得在野党皮要绷紧了 那至于政治人物的声望 我必须说这些都是一时的 其实我记得上礼拜才看到 不知道哪一家的民调 说卢秀燕大幅下跌 一下跌到六都之末 我也不知道那个到底怎么做出来 那当然我个人认为 以卢秀燕最近的表现 是还不错还蛮平稳 倒是如果朱立伦跟上次比 其他上升了8% 其他有进步 那柯文哲呢 我觉得柯文哲自己要去想一想 你从选举选完到现在 你们到底做了哪一些东西 为什么会让很多民众 对你产生反感 我觉得柯文哲自己要赶快去检讨 不然民众党会走不出去 因为如果光看这个 倒数四个名次也蛮有意思的 朱立伦说是最后一名 前一名是谁 马英九 再来倒数第三 柯文哲 倒数第四是陈建仁 宇轩 当然这种 刚刚冰哥也讲了 这都是一时的民意的展现 不过政治人物在这几个议题里头 要被讨厌 看起来是还蛮容易的 要赢得前面的领先名次 反而不容易 我觉得讨厌度低 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因为各位 台湾的政治结构 跟版图很清楚就摆在那边 你像即便是台中541 对不对 或者你要加民众赏算进去 但卢秀恩要让只有百分之十几 甚至百分之二十不到的人 讨厌他 其实这不容易 我在讲这个是正面的例子 反面的例子 你说柯文哲跟朱立伦调侠位 朱立伦的问题 在于说他的不满意度 就是代表国民党里面 有很多人对朱立伦 他也有产生这种不满或分裂 因为国民党本来就是这样子 有些你说新党系统 或者说清明党系统 或者说比较 黄富新党 对 他当然对他就不满意 这问题是柯文哲的看法 反而不一样 你知道为什么吗 柯文哲看到这件事情会高兴 因为前一阵子我才看到另外一份 美日导电子报民调 他在讲说柯文哲讨厌度 有百分之五十几 那时候我说 看错了 是支持度 竟然还有百分之三十二 所以你看柯文哲 他看到满意度百分之三十一 他高兴得很 代表这一段期间 即便他从美光灯退下 即便现在立法院 每天在唱双簧 然后没有他的细分 但他还是有三成支持度 他看到这个 他会想要说 我2026我拜托 一无反顾还会再拼两次 对不对 我2026他有只有三成满意度 代表是他的实力跟基础 所以这个东西 看你要怎么样去解读 有些人你看起来讨厌度很高 但他不在乎 他只要有满意度就好了 反而是注意力人 这个29%对来讲 完全没有任何作用 但我今天想要讲到NCC 这个案子是这样子 NCC曾要想他做一个最大的错误 各位你都没有注意到 当我们把镜头 全部都转向中天 大家看着说 你怎么对中天这样这么苛刻 他每一个案子15连败 然后陈耀祥还要在那边 这个嘴巴上呈口舌之能 但不是 他罚了民事罚了740万 这不是有点突破我们想象 所以各位你要理解一件事情 今天不管是唐凤 不管是陈耀祥 他们都犯了一个大击就是 蓝绿都讨厌他 我今天想各位保证一件事情 NCC这个案子是超越蓝绿 所有人包括你说新潮流在内 包括你说勇言会在内 都想要他滚蛋下台 这是第一件事情 所以陈耀祥想当然得下台 他下台之后 他以为说自己拍拍屁股 说我要回去教书了 我没有要在留任 就会没有他的事情 你觉得有这么简单吗 你所有包括现在所谓的 禁电视状案在查这件事情 或者说你其他事情 列为被告的事情 你自己真正要担心的 不是会不会下台 而是之后会不会有 司法案件找上你 我怎么觉得好像是需要陪绑 所以要一起罚一下 但是还有轻重之别 轻一点的台 小一点也许比较没那么轻的 罚多一点不知道 和霍哲哥怎么看 我觉得陈耀祥的状况 他现在提调阅委员会 我觉得立法院不用齐 其实很多资料 你现在也不介意调得到 其实等到新主委出来 你就知道了 新主委出来之后 你可能比较容易去调到资料 将来就慢慢查 他中间有太多怪事 我不相信查不出东西来 但是我觉得不用齐 怕他资料销毁吗 转移吗 封城吗 我讲如果那个 他如果动作越多 那个破绽也会越多 所以我觉得那东西慢慢等 因为中间说中间 你现在如果是都合法 我讲句话也都没有关系 问题是你中间有太多 人为操作的那些东西 那些的文件 你现在立委连那个东西 长在哪都不知道你怎么掉 所以你要等新的委员产生 新的主委产生之后 你那东西自然会出来 还有你掉的时候他坚持不给 你也没办法 对 但是问题是新的主委 新的同意权之后 我觉得那个东西会比较容易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不要急 那反正该追究的都跑不掉 那你也不用 你现在打死他中间 也不会马上回得来了 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不用急 那唐凤的状况是 这中间又是新旧的角力 你看到拿自由时报 去连干他三天 然后在委员会上面 民进党的招委跟你讲说 你把差旅费摊出来 那摆明的给一个舞台让在爷党打 就是说现在状况是说 赖清德怕我自己换你换不掉 所以还要透过自由时报扣帽子 然后还要把所有的彩旅费 摊在阳光下大家看 你看这家伙出国出了多夸张 这样他520之后没有办法连任 能够换下来 那提出民调 基本上你看这个排序 基本上他是一个对于总统的 期望值的排行榜 所以你会发现赖清德在蔡英文前面 理论上来讲现在升旺 应该蔡英文比较好 可是赖清德在前面 就是你看到这个名单 卢秀燕 陈其迈 蒋旺 韓国瑜 赖清德 这是在总统期望的排行榜 何友宜第六 对 但是问题 因为他后面 他后面基本上赖清德以后面 大家都没什么期待 因为要不然就当过 要不然就不可能 因为还有何友宜 还有那个 还有马英九 可是柯文哲要反显说 你怎么会排第十一 对不对 你怎么会排第十一 就是前面那些人都 因为你像朱立伦排在最后 就是正常 因为大家觉得他已经离那个东西 非常非常远 但是柯文哲排在最后 又排在满意度最高这件事情 我觉得对他来讲是很严重的警讯 也许这个投票的基础 调查的基础 可以讨论了 有多喜欢可能就多讨厌 但这个比例看起来不太成比例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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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